原创不易,请随手关注。 作者,一品文团队开封,无授权进撞二战苏联的卫国战争,完美诠释了人民战争的威力和伟大,与美国和其他参战国最大的不同之处就表现。 在战争中涌现出无数女战斗英雄,今天我就来讲一个非常另类的女英雄,她叫奥克加布里斯恰亚。 她1902年出生于乌克兰,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有好几个儿女,可是这一切被战争毁掉了,她丈夫作为红军一个政委,在乌克兰战役中牺牲,这时奥克加布里斯恰亚已经39岁的大妈了。 奥克加布里斯恰亚一心要为丈夫和无数死纳同胞报仇,于是和当时许多苏联国民那样,暴民参军,可是39岁的高龄,和已经不好的身体素质,已经不可能符合哪怕最低的征兵标准。 T34M1942型坦克,奥克加布里斯恰亚很难过,她实在不愿意眼睁睁,看着法西斯在国土上肆虐,于是倔强地她做出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决定,她要变卖所有家产,买一辆坦克,自己驾驶自己的坦克,独自与德国侵略者拼个你死我活。 奥克加布里斯恰亚和她的女战友,奥克加布里斯恰亚,还大胆给斯大林写了封信,告诉了斯大林她的坚定想法,斯大林也被这个女人无比强烈坚强地爱过,意志所感动,亲笔回信,赞扬她是一个勇敢忠诚的好公民,是苏联妇女的楷模,为国战争中的女英雄们斯大林答应了她的请求, 只是国防委员会卖给她一辆最新式的T34M1942型坦克,外号迷老鼠型,比喻灵活机动,并参加了坦克驾驶和维修的训练班,这样奥克加布里斯恰亚如愿以偿,的成为了一个女坦克兵,和她一个坦克的几个战友也是和她比较相似的,是要为亲人报仇的女性,他们将自己的坦克,命名为女战友号,攻入柏林的女战友号。 女战友首战就赢得辉煌战技,战斗中女战友号一马当先,冲在最前,击毁了几辆德国坦克,奥克加布里斯恰亚是驾驶员,不能亲自开炮消灭法西斯,她不过瘾,于是她做出一个最狂野的战斗方式,开足马力,冲向敌群,要用坦克的可怕履带做武器,活生生压死这些法西斯, 接下来的画面非常血腥,德军一片鬼哭狼嚎,像复仇女神一样暴裂的女战友,当场压死了三十多个德国兵,悲壮的故事改编,成俄罗斯儿童动画片,看来俄罗斯一点没有丢弃苏联的教育传统, 奥克加布里斯恰亚和他的女战友很快成为鼓舞苏联军民的网样广泛宣传,女战友没有停歇,而是一如既往继续作战,1944年1月17日,成为女英雄奥克加布里斯恰亚最后一战,战斗中女战友履带被炸断,奥克加布里斯恰亚下车抢修,不幸重弹牺牲,奥克加布里斯恰亚虽然牺牲了, 他的女战友依然战斗,不仅将法西斯赶出国门,而且一直战斗到最后攻克柏林的光,荣什克,参考文章,苏联女战友号坦克,关注微信公众号,战争史,多位专家将在公号,中将继续为您解读,独立专业,有种有料,请用微信搜索公众号,战争史,收看全部战争史政治军事历史系列文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